记者陈伟茨新北报道,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接获板桥民众电话,请求协助清运大型废弃家具,板桥区家具班今年1月4日上午9时续一约前往,63岁王姓男子看到清运车,要求林姓女清洁队员顺道帮他载走大型暴力龙香,林女拒绝却遭王楠吐口水,还被勾搏。 王楠甚至出言辱骂蜜虫,你们是我仆人等于,新北地院日前依防害公务罪,盼王楠拘役30日,得一颗罚金3万元,可上诉检方针讯时,王楠否认犯行,便称蜜虫是回头对妻子说,非针对林女,口水则是吐在林女侧边,没接触到他,但在场清洁队员正称,王楠有出言辱骂林女, 吐口水在他身上,还勾住林女脖子,他想拉还拉不开,后来使李女趁戏逃走,打脸王楠,检方调任监视器画面认定王楠犯行,将他起诉。 审理时,王楠改口认罪,法官认为他出言辱骂清洁队员,还施以强暴手段,漠视国家公权力实属不该,但沈卓其犯后态度尚可,因此判处拘役。